- 大家好!在經過上一次6萬公里的保養之後,我有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在U6它的這個車子後照鏡底,它這個迎賓燈啊,它有一個故障的情形。 那當時我詢問原廠,原廠給我答覆是說,不能單換這個迎賓燈,而是要你整個後照鏡都換掉。那價格呢,我記得沒錯是要破萬的。後來呢,我去詢問我的購車業務啊,它在不同的經銷商。那去詢問之後呢,它也是說,沒辦法單換這個迎賓燈,而是要整個後照鏡模組更換。那在後面呢,我當然不相信這樣的說法,我又去社團去詢問重車友們。 那車友們的答覆也很熱情很熱烈,真的是很感謝U6社團的所有的車友。那在最後呢,我還是不知道這個迎賓燈到底要上哪買。不過,有一個很好心的車友呢,它就是雪中送炭。那就是寒冬送的,它就給了我一個迎賓燈的模組。 我不知道是在哪裡拿到的啊,也不知道它在哪裡買的,它就直接說我寄給你,然後不用錢。那當然呢,後面我有寄一個小禮物回去給它,因為真的很感謝它。 這個迎賓燈呢,就算是料錢,我看也是要個一兩百跑不掉吧,因為它是整個LED的模組在裡面。 真的很感謝這位車友,那今天呢,我們就是來單獨更換這個迎賓燈的模組。那這是我第一次拆U6後照鏡。我之前就只有看祭司,就是拆而已。不過,就試試看。 因為這個東西去給祭司DIY的話,也是要不少錢。在網路上看了一些YouTube影片之後呢,我決定應該是可以自己來就動手吧。那現在,我們就開始來拆吧。 那第一個步驟呢,就是要把這個後照鏡給往前折啦,然後,不要害怕,就是用力的把它往前折就對了。好,折了之後呢,要拿一個,那折好之後呢,要拿一個強光的手電筒來照。 後照鏡的鏡面往上翻,翻到底,然後拿強光手電筒來照。會可以照到一個卡榫,然後把它,撬開就可以來做一個後照鏡的拆卸動作。 來,我看一下。還是這個吧。 OK,現在我們花了一點時間呢,終於把U6這個後照鏡給拆下來了。那這個後照鏡呢,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你要拆的時候,你要有一點技巧。 首先就是你要先把它往上這樣翻,那把它翻開之後呢,那就可以發現它後面其實是這個扣點啦,其實就是卡扣,這兩個卡扣,卡上去。 那這底下掰開之後呢,上面它是一個倒勾的,然後你再往下抽,就可以把這個後照鏡給抽下來了。 所以說,你在拆這後照鏡的時候啊,你不能直接從上面拆,或是直接往後面施力把它拔開,而是你要先從底下這邊,然後一致把這個給撬開。 撬開之後呢,再往下拔,把這後照鏡給拔下來。 接著呢,就是這兩顆螺絲,十字螺絲。 反正只要鏡面拆掉之後呢,那一切呢,就是隨便你完了啦。 那就是把這個十字給拆掉。 那後照鏡拿掉之後就可以看到它這邊有個馬達,調整的馬達,然後這邊還有條線。 這樣就接到就是side view的鏡頭上面去。 所以說你在拆開之後就直接把它往上翻,放在上面就好。 那這邊就是有eagle view的鏡頭。 那我們要換了這個模組呢,在哪裡?在這邊。 然後,一樣拿十字把這邊撬開。 好,東西就下來了。 這之前應該有人撬過,卡紋都斷了。 應該是之前的祭司在檢查的時候,就是想說從底下直接來,然後就把這個撬斷掉。 那其實這個拆啊,就是要先從上面這樣子拆下去。 不然的話這個卡紋就很容易斷。 那我們現在就把這個,給分割出來。 OK。 線頭拔掉之後呢,就可以把這個模組給拆下來了。 OK,那在舊的燈拆掉之後呢,現在我們可以來裝新的燈了。 其實它這個插頭啊,它是有防呆的設計的。 它這裡面兩個PIN點啊,是比較朝上面的。 然後它這個插扣的點呢,也是比較朝上。 所以這樣子,你在裝的時候如果是裝起來有卡卡的,或是不順上的話就知道你裝反了。 那可能就是反過來裝。 好,有沒有,就順著,順著進去。 好,然後,紅色在左側。 如果燈朝下的話,紅色在左側,紫色在右側。 好,插進去。 然後,要怎麼測試,就是開個門。 好,會亮。 這樣,代表它正常。然後把它裝回去就可以了。 裝回去。那接著呢,就是把這個後照鏡給恢復原狀。 就現記的要走順來。 好,那在經過剛剛的修補之後呢,我們終於讓這一個駕駛座的後照鏡迎賓燈呢,恢復了它的功能。 那剛剛我也把這個舊的燈拆下來研究了一下啊。 它的外面這一層啊,是封死的。 它也不是熱焦,它直接打那種壓克力膠把它整個封死。 所以說你也沒辦法透過加熱的方式把它給拿開。 那裡面呢,就是它是一個卡榫。 然後用螺絲手上去,大家可以看到這卡榫已經斷掉了。 斷掉之後呢,可能就是跑位。然後, 這燈上面看起來都是好的啊,燈心看起來都是好的。 然後再測試一下,搞不好燈心根本都沒有壞,只是這個, 後面這卡榫斷掉而已。 然後,後面就是這兩隻腳嘛,然後這樣通在外面。 好了,現在呢,我們已經把這個線組啊,裝在我的機車上。 一樣是12V的電,然後我們來測試一下, 看看這個燈板到底是不是真的壞掉了。 哇,會亮,四個燈都好的。 所以說這一次啊,其實不是燈板壞掉。 而是,它後面這一個塑膠的卡榫啊,可能是久了脆化,震斷還怎麼樣吧。 然後,造成它這個卡榫斷掉之後呢,燈板在裡面跑位。 脫離這個,脫離這個插,插頭。 然後它就不會亮了。 那原廠的設計呢,又是拿焦把他封死的。 所以說,明明燈板是好的。 可是,你沒辦法把這個燈殼打開,然後拿三秒焦把這個黏一下。 而是要把整個燈都換掉。 那就這個設計啊,我是覺得不大OK啊。 這燈是好的,來確定一下。 它只是插不到而已。 但是實際上, 實際上這整個燈啊, 的功能啊,都是正常的。 所以,一個三秒焦可以解決的事情啊。 要弄到差點,換整個後照鏡模組。 我覺得這也是蠻神奇的啊。 燈都好的。 所以只是斷掉而已。 一個三秒焦,黏起來就可以解決的事情。 好啦,就這樣吧。 苦笑。 今天當你是一個大家都詬病後勤的品牌的時候啊。 結果,你竟然還要消費者為了這一個可愛的迎賓燈。 然後呢,就要去換這整個後照鏡總成。 這實在是一個很不合理的事情。 來,大家看一下啊。 就是,這只是開門,它會亮。 然後呢,這個燈它還有一個就是幫環境補光的功能。 這樣的一個東西啊,在我的認知裡面, 最貴了不起,就是你是進口瓶好了,可能就一千塊。 那,便宜的話可能一兩百塊就有的東西。 因為這個東西我看起來啊, 它這個塑料也只是PC而已。 然後只是一般的燈板。 大家可以看到這燈板的結構其實也蠻簡單的。 然後,一個螺絲鎖著。 它也不能打開把這燈板做單獨的更換。 那也不能單獨換這個模組, 而是要你整個後照鏡一起換掉。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很不合理的事情。 今天呢,既然,這個東西就是已知會壞的東西。 而且這東西你也做了一個,就是可以插拔的限組了。 那這代表這個東西,應該理因來講, 要是可以做一個更換,單獨更換的東西。 而且,這東西只要你車門解鎖。 那你打開車門,或是說你在使用倒車檔, 然後打開環境的時候呢, 它就會亮。那代表這東西它是一個會非常, 會非常頻繁作動的一個東西。 那怎麼不可以單獨做更換呢? LED的壽命在場啊,如果你頻繁使用下, 大概就是五到十年它就是會開始會有斷燈斷線這些問題出現。 那在這樣的問題之下呢, 結果我一個過寶的車主啊, 回去原廠得到答覆, 竟然是我要把整個後照鏡換掉, 它可以獲得這個燈的功能。 然後要浪費這個鏡頭,這個鏡頭, 跟這個好的後照鏡總成。 我就覺得這是一件非常浪費, 而且不環保的事情啦。 那既然你是一個已經口碑不好, 後勤口碑不大好的品牌了, 不管是謠言也好, 不管是事實也好, 那你一個公關社群的角度來看的話, 你就必須要去做一個比較好的經營。 結果你在這個後勤上啊, 這樣告訴消費者說, 欸你不可以喔, 這個燈一個壞掉你要換整個後照鏡總成, 請你花一萬多塊。 這是一個非常瞎非常誇張的事情啦。 至少我在其他品牌車款沒有遇到這種事情。 除非它是整個LED大燈模組, 那這個要整個換掉我相信, 但是這不是LED大燈模組, 這只是一個燈冰燈的模組。 結果你卻要我把這整個後照鏡都換掉, 實在是非常非常的不可思議, 而且浪費。 那如果說納茲捷的公關啊, 或官方有看到這支影片的話, 這是我一個, 作為一個五年使用者的一個心得啦。 拜託你們就是, 不要再用這種方式來洗我們。 不管你是有意的無意的, 還是真的斷掉了, 但是我會覺得我是被人家, 被人家洗啦, 洗這個後照鏡。 那這個東西呢, 我覺得, 不是我花不起, 而是, 這個東西我覺得沒有必要這樣子花。 我不可能為了一個燈泡, 然後把這整個, 整個總層給換掉吧。 這個燈泡其實是可以單換的, 那你也已經做了一個這種插拔的線組了, 那為什麼, 不讓消費者可以單獨購買。 那之前這台U6, 其實它的後保桿有受損過, 我有去購買料件來更換, 那個時候, 這個後保桿啊, 連反光片都可以單獨更換了, 那為什麼這個銀冰燈不可以單獨更換呢? 這個是一個非常匪夷所思的事情。 那施工難度上也不難, 連我一個普通消費者去Youtube看幾個影片, 然後拿一個一字起子做一做, 十字螺絲起子拆一拆, 都可以把這東西給修好了。 那為什麼, 你們不願意, 讓這個東西可以單獨更換呢? 我不相信這台車, 才五年的時間它就斷掉了, 而且, 這台Eco Hyper是第一批的, 那後面呢, 不管是到Eco Hyper後面幾年的3D版啊, 還是到後面的GT, GT220, 這個設計也都是保留的, 那不可能一個才, 應該說還在現役, 應該說還在現役的車子, 就斷掉吧。 講難易一點, 我的標誌206啊, 一台從生產到停產這麼多年的車子, 到現在都還找到料件, 這台U6如果下就找不到料件的話, 那你要消費者怎麼買單你的後勤呢? 那以上就是這一次的DIY了, 我們下次見, 謝謝大家, 掰掰! 。